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还是要来读 戴伊里书的第十一章 昨天我们讲了他的 第21节到35节 这是第十一章的第三段 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他的36节到45节 这是本章的第四段 这第四段经文的内容 是在预言 那将要在人类历史末期 出现的狄基督 也就是七章八节所说的小脚 我们为今天的经文也选了要节 乃是他的36节到39节 还有45节 经文这样说 王必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超过所有的神 又用奇异的话 攻击万神之神 他必行事亨通 直到主的愤怒完毕 因为所定的事 必然成就 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 也不顾妇女 所羡慕的神 无论何神 他都不顾 因为他必自大 高过一切 他道要敬拜 保障的神 用金 银 宝石 和可爱之物 敬奉他列祖 所不认识的神 他必靠 外邦神的帮助 攻破 最坚固的保障 凡承认他的 他必将荣耀 加给他们 使他们管辖 许多人 又为贿赂 分地于他们 他必在海 和荣美的圣山中间 设立他 如宫殿的帐幕 然而到了他的结局 必无人能帮助他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昨天读的是 本章的第三段 21节到35节 这段的经文 是启示并预言了 在戴伊里先知以后 将会在主前二世纪 出现的 希腊塞留五王朝的 安条克四世 这个邪恶的王 肆意的逼迫犹太人 所以他就成为了 那即将在人类历史末期 要出现的 真正的小脚 底基督的预表 我们说过 第三段的经文 每一节都有着 相应的历史资料 来支撑 本章的经文 乃是用又精简 又浓缩的方式 预言未来会发生的事 所以第三段的经文 讲到安条克四世 都有相应的历史资料 做支持 但我们今天 所要触及到的经文 第四段 从36节 到45节 情况就有了变化 因为假如再用历史的角度 来与这十节的经文 做对照 就会发觉 那在历史上 已经出现过的 希腊塞留古王朝的 安条克四世 并没有行过 从36节 到45节经文 所提到的那些事 因此 研读圣经的人认为 这一段的经文 明显的不是指 那历史上 已经出现过的 小脚 希腊王安条克四世 而是遥遥的指向 那还没有出现的 小脚 底基督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 历来解释的最后一段经文的 圣经学者和专家们 就分成两个派别 一个派别被称为是历史派 他们还是应循历史的角度 认为这后十节经文 都是指着安条克四世 而另外一派 是未来派 他们指出 这十节的经文 只适合用来指 那还没有出现的 却即将一定会出现的 幕后的邪恶的人物 小脚 第一基督 所以我们大家 在读着最后一段经文的时候 如果有相应的资料 不妨也可以就着历史的角度 把经文 往安条克身上靠一靠 但是不要太刻意 因为我们一定会发现 有些的经文 不适合用在安条克四世身上 那么最大的可能性 其实也是我们最鼓励大家的 便是将下面的经文 理解为 他们通通都是指向 幕后要出现的 龙 兽 假先知 这邪恶的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 也就是比基督 今天的经文 是本章的高潮所在 但其实也最为难讲 因为它还处在预言 还没有应验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按照圣经 所讲的做简要的解释 总之在这十节经文中 主角乃是那个王 又被叫做第三人称的他 你将它理解为 历史上已经过去的 安条克四世也好 未来的敌基督也罢 这都是领受方面的事 我们可以尊重大家的看法 但是我在解释的时候 会尽可能从结合历史的角度 将它看为是那末后要出现的敌基督 今天十节的经文 其中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 讲到这位邪恶的王的狂傲和卑鄙 三十六节首先提到 王必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超过所有的神 这是在讲那末后要出现的敌基督 将会带着从龙所得来的权柄 在当时的天下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并且他自高自大 自认为超过所有的神 当然这一切都是经由伟大的神的许可 按照历史 如果我们一定把这一节 与历史上的安条克四世 联系在一起的话 也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依据 比如我们告诉过大家 安条克四世在作王以后 给自己起名叫做伊皮法尼 他自称是神 常常自吹自雷 告诉天下的人 他乃是神明彰显 在当时流通的前地上 就有着他的形象 他自认为自己是神 有人说 他不是在犹太人中 推行希腊化信仰和文化吗 这个人还曾经在 耶路撒冷的圣殿中 用污秽圣殿的方式 向自己的神宙斯 献猪肉为祭 那他就应该是一个 狂热的敬拜希腊神明的人 但事实上 正如27节所说的 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 安条克四世 在他所征服的地区 向所有的人民来推行 希腊的宗教和文化 但事实上 他只是利用这些而已 这个人有着狂傲的野心 那便是 他期待得着 所有人的敬拜 从他起名叫 一批法尼这一名字 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而若谈起 那未来要出现的敌基督 圣经也是明确的告诉我们 他乃是 行毁坏可证的 保罗说到他 就预言他 是敌党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成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大家可以看 贴萨罗尼加后书第二章第四节 拿这节经文来参考 本章的第36节是再恰当不过的 而且在敌基督的心中 那最大的仇敌 就是以色列的神 所以他将用 奇异的话 攻击万神之神 这奇异的话 其中就包括 前面的经文所提到的 小脚所说的 夸大的话 大家看 戴伊里书第七章的第八节 还有第十一节 大家还可以参考 启示录第十三章五节六节 三十六节的后一半 继续讲到 敌基督必行事横通 直到主的愤怒完毕 主的愤怒是指 神的子民在地上所经历的 大灾难的阶段 敌基督所行的 凡事顺利 神已经为此定了期限 这期限就是 神的子民们 所经历的大灾难时期晚了 敌基督行事横通的阶段 也就结束了 因为这一切 都是由伟大的神所制定 敌基督任意而行 行事横通 都由不得他自己 乃是必须要经由神的许可 三十七节 接着再讲到敌基督 说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 这一讲法很特别 有人甚至依照这一讲法 就来认为 敌基督乃是有着犹太人的血统 甚至后来有个别的教父 都认为 敌基督乃是出自于 弹之派 这种看法是 依据创世纪第四十九章 十七节 如果人们认为敌基督 是出自于弹之派 或是他身上 有着犹太人的血统 那他们就认为 敌基督将不会敬拜 自己列祖的神 可是就像刚才 我们所解释的那样 就像历史上的安条克世事那样 他也并不是真心的去敬拜 希腊人的神 那凡自我为中心的人 都是目空一切的独裁者 他们最喜欢的是个人的崇拜 所以我们认为 不必因为此处的经文提到 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 就非得认为 这人是出自于以色列 他的身上流着犹太人的血液 经文又接着提到 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 结合着以西节书8章14节 妇女们所羡慕的神 可能是指古代的加拿人 或巴比伦人所敬拜的 眷顾人农业方面的神 巴摩斯 后面的经文更加绝对 讲到无论何神 他都不顾 因为敌基督有一个特性 他必自大 高过一切 这便是敌基督唯我独尊 目空一切的表现 但是接着 38节39节又讲到 出于军事方面的需要 敌基督倒是要违背 自己一向 不把一切放在眼中的做法 38节说 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 所谓保障的神 就是指古代一些国家 所敬拜的军事方面的神 国神 像是摩押人所敬拜的基末 从功能上讲 就是战神 摩押人认为 基末神能够保护摩押国 不受外族的攻打 敌基督就像历史上的 安提克四世一样 他一贯的做法便是 穷兵独物 他一直要做的 便是要用刀剑 征服一切 因此他就特别需要 有来自于 灵界方面力量的保护和帮助 其实这样就显得很矛盾 一方面 他把所有的神明 包括自己祖宗的神 都不放在眼中 除了利用他们 他根本就不信他们 他只认为自己是神 但同时 他又要敬拜 被自己所认为的 有能力的保障的神 他甚至还用金 银 宝石 和可爱之物 敬奉他列祖 所不认识的神 所以一方面 敌基督乃是一位 无神论者 他目中无人 也是心中无神 可另一个方面 他又是一位 多神论者 他所敬拜的神 甚至是连他列祖都不认识的 第39节 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出于自己的需要 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 攻破最坚固的保障 这在暗示我们 在末后的世代 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敌基督会于世上 很多邪恶的邦国为敌 他并不能成为 这地上所有邪恶邦国 一统的首领 他们之间乃是为敌的关系 敌基督必须得靠外邦神的帮助 才能攻破自己仇敌的许多的保障 那就像24节所说的 凡他所征服的地区 若是有人承认他 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 又赐权柄给他们 使他们可以管辖许多人 他还贿赂他们 将所征服的地分给他们 我们说了 这一做法与前面24节很相似 当历史上的安条克四世 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 来到国中及匪美之地 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主 所未曾行的 将卤物 掠物和财宝 散给众人 所以历史上的安条克四世 于那即将要来的敌基督 都是极其懂得 收买 笼络 被自己所征服的地方的人心 所以以上 从36节到39节 就在预言 敌基督邪恶并阴险的为人 我们要注意两点 一是 敌基督自认为自己高大 超过了所有的神 那这方面在前面的经文中已经有预言 无论在安条克四世身上和敌基督身上 这一方面都惊人的一致 大家可以参考八章的十节十一节 还有八章二十五节 以及八章十九节 神借着天使预言 敌基督以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为仇敌 但这一切都是经过神的许可 本段的三十六节 可以去参照八章的十九节 在那里 天使加百列对戴伊底说 我要指示你恼怒灵丸必有的事 因为这是光乎末后的定期 而三十六节的后半节讲 亡必行事横通 直到主的愤怒完毕 因为所定的事必已然成就 两处的表达完全一致 那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三十九节所讲的 当敌基督行事横通 并且征战得胜以后 他就会对自己所管辖的人与贿赂 用给他们礼物 官职 分帝等方式来收买人们的心 我们相信到那时候 很多的人都会向他降服 遵他为神 这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 他们会去接受受的印 但是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该问的问题是 神的子民当做怎样的回应 我们说这就需要回到前面第三段中的经文 从第32节到35节 我们鼓励过大家 一定要学习做认识神的子民 并且接受那民间的智慧人的训诡 如果我们向着神又专一又忠诚 尽管从这邪恶的敌基督那里 有苦难 逼迫和灾祸临到我们 神的子民都需刚强壮胆 因为神正是透过这些经历来熬猎人 当苦难 逼迫 灾祸过后 神子民的生命就可以变得清净洁白 所以神的儿女当牢记 当狄基督展现出凶狠残暴邪恶一面的时候 人们很容易辨认他 但是当狄基督以欺骗 笼络收买人心的举动出现时 人们就不容易识别他 因此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 让我们能够分辨出 那在表面上披带着光明 已经被遮盖了的 化了妆的邪恶 只有这样神的子民才会在任何的环境和遭遇中 为着神的缘故站立得住 那接下来我们看四十节到四十五节 这几节的经文是在讲狄基督的幕后之战 以及他的结局 细看经文 从四十节到四十四节 经文都在显示 狄基督这位邪恶的王 在执政掌权的时候 会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征战方面 按照启示录的经文 我们就可以做想象 其实在狄基督邪恶的国中 那天下的诸王 有与他结盟的 听从于他的 但是也有不服他的 又与他争战较量的 但是总的来说 狄基督的国 以及狄基督所统侠的 与他结盟的国 及其他与他为敌的邦国 从本质上而言 都是与神 及神的子民为敌的 我们看到在狄基督 以及与他为敌的邦国之间 完全没有爱 以及真正的和平盟约的关系 他们在对抗神和神子民的方面 惊人的一致 但他们自己之间 因为受到利益 霸权的野心 等许多方面驱使 他们中间就会产生内讧 彼此间有仇恨 甚至还有大规模的征战 到了末后的世代 那地上的邦国绝对不会爱他们 邪恶的领袖 狄基督 而狄基督也不会爱自己的臣民 及地上的邦国 所以这与那天上的国 神的宝座的掌权 以及神 在揚带自己在地上的子民 在关系和做法上 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至于小脚和地上邦国的征战的关系 大家就可以参考前面第七章的七节八节 还有二十节 那里的经文预言 小脚将那在他之前的三个脚都连根拔出 这是七章八节 七章二十节则是形容 在这脚前有三脚被他打落 那于是四十节直到四十四节的经文 就预言并启示了 由狄基督所参与并主导的幕后的征战 当然这是在讲他与被他征服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几节经文没有像启示录第十九章那样 讲基督得胜 荣 寿 假先知 及他们的同盟军 第四十节讲到 到末了 南方王要与他征战 南方王自然是指的埃及 那接着对狄基督的称呼 仍然使用的是北方王 经文中说 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 势如暴风来攻击他 不单单埃及被攻击 同时也显示周边许多的国家都卷入战事 这就是经文说 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 有人是一定要将从三十六节到四十五节 解释为经文是在指安条克四世 但其实按照历史 安条克四世曾遇在埃及的南方王打过两次大仗 但第四十节所讲的 到了末了要发生的战事 却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 因此我们就相信 它是指敌基督的所作所为 而且此事尚未应验 四十一节又接着说 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 荣美之地自然是指着巴勒斯坦 也就是我们心中所爱的以色列圣地 经文没有具体讲到 这北方王到了荣美之地将会做什么 但是他一定如心所愿的 用武力征服了荣美之地的全境 要不然就不会有四十五节 四十一节的后半节说 但以东人磨牙人和一大半亚门人 必脱离他的手 这表示敌基督虽然强大 但是也会有些国家 在他无比凶猛的攻势面前 得以幸免 这其中就包括 以东 磨牙和亚门这几个小国 四十二节进一步的预言 他的军事行动 他必伸手攻击列国 埃及地也不得脱离 这显示 敌基督完全征服了埃及 四十三节也在预言这一点 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 和各样的宝物 旅比亚人和古诗人都必跟从他 这显示 敌基督已经控制了埃及的经济 同时 埃及北方的人 也就是这里所说的 旅比亚人和埃及南部的人 也就是经文所说的古诗人 都必跟从他 埃及的权地 已经向敌基督降服 接着是四十四节 正当敌基督在享受着 征服埃及的喜悦的时候 经文说 但从东方和北方 必有消息扰乱他 经文中所讲的东方 我在这里悄悄地告诉大家 有些解经家所写的书 就指出 他们可能是来自于东方的 某一个神奇大国的军队 我在这里不说他的名字 你们肯定懂得 而北方 解经家们说 是来自于俄罗斯 以及前苏联的 某些成员国家的军队 这就显示 那个东方大国 以及北方的俄罗斯 及他的同盟国 都在于敌基督为敌 他们并不服从敌基督 当然他们也不敬畏 并爱以色列的神 和神的选民 经文指出 由于从东方和北方 必有消息扰乱敌基督 这消息 其实就是远方的军队到来 将要与敌基督决战的消息 于是敌基督就先发自人 经文预言并启示说 他就大发烈怒出去 要将多人杀灭 净净 那这些细节都有待于在未来的历史当中发生 最后第45节 天使变相代理 预言了敌基督的结局 这一节经文 其实同样没有在安提克四世时期实现 经文说 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 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 海是指地中海 有有人说是指死海 但是我们主张应该是地中海 圣山自然是指着西安山 按照此处的预言 敌基督将会在地中海和耶路撒冷的西安山之间 设立自己如同宫殿一般的帐幕 这表示那帐幕十分的华美 说不定那在地中海上航行的船只 都可以远远的看见 敌基督所设立的帐幕 在旧约有一个观念 如果人将帐幕设立在哪里 就表示他已经占据了那块土地 也有解经家将这一节参考以西节说的39章2到4节 那里是预言幕后与神的子民为敌的哥哥 因为要攻击神子民的缘故 就被神允许带往圣山 那里的经文说 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 使你从北方的急处上来 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 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 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 你和你的军队 并统着你的列国人 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 这两节半的经文很宝贵 可以做参考 但是我们觉得另外还有一处经文 更加精彩 也适合于这节经文做参考 它就是以色列书的第14章12到14节 那三节圣经是讲到有关明亮之星的信息 那里的经文说 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啊 你何静从天坠落 你这功败列国的何静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神众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到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高者同等 看到了吗 狄基督在神荣美的地上 设立自己如宫殿一般的帐幕 就是为了要显示 他才是以色列乃至全世界的王 所以这更加显出本段经文当中 描述他的贴切和准确 他的为人真是任意而行的 并且还是自高自大的 他自认为自己是超过所有的神的 而且我们相信 他坐在自己的帐幕中 一定是一直向至高者 也就是万神之神 说着奇异的攻击神的夸大的话 就如同三十六节和三十七节所说的 但是就是这位自认为高过天上之神的 小脚敌基督 由于他是公然与神和神的子民为敌的受造之物 那这必朽坏的人就必然会有到了自己结局的时候 天使很简要的说 然而到了他的结局 必无人能帮助他 很多研读圣经的人帮我们解释 天使所讲的关乎敌基督的幕了的话 事实上也是在指历史上安条克四世的结局 按照历史记载 他与主前164年 因为极痛苦的精神方面的疾病 据猜是非常严重的抑郁症 就死于波斯的塔比 时间是在主前164年的11月20日到12月19日之间 就正向之前的经文所预言的 他做过许多邪恶的事 却非人的手而灭亡 意思是他不是被刀所杀 大家可以参考8章25节 但45节后半节的话 若是指着敌基督的结局 大家就可以参考启示录第19章20节21节 那一章记载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 骑着白马带着千万圣者降临 与敌基督及他所率领的国 以及灵界的黑暗权势做总的大决战 邪恶的势力彻底失败 神就将兽和假先知扔到了烧着的硫磺火候中 撒旦被捆绑一千年 于是地上的由基督和神的子民掌权的千禧年便开始 狄基督被扔到烧着的硫磺火候中 这也在说明是神审判并刑罚狄基督 他所遭遇的这可怕的结局 是人的武力 人的手不能做到的 不光我们今天有何等的憎恨他 但能解决这邪恶的王的一定得是神 所以我们赞美感谢神 主是王 只有他能得胜 龙兽假先知 愿主的名被爱戴 遵宠敬畏 称谢和赞美 哈利路亚 那今天 背里书第十一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当我们未来读到圣经新约 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 尤其是读到他的第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章 我们就又会读到关于敌基督的内容 到时候我们再来讲 这一方面的信息 就愿神一直带领我们的读经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爱我们的主 我们谢谢你 主你今天带领我们读了 戴伊里书第十一章的三十六节到四十五节 这段预言启示的内容 是在讲那人类历史末期要出现的敌基督 透过经文 我们看见 这位邪恶的小脚乃是一个自高自大 目中无神的邪恶的王 他公然的与你和你的子民为敌 但我们知道你已经定了恶势力的结局 因为你是宇宙外有的造物主 你更掌管着人类历史 所以没有什么邪恶的力量能越过你的限制 你说他的邪恶力量要到哪里止住 他就必在那里止住 就像海浪无法越过你所定的界限一样 所以我赞美你超然的掌权 愿你的圣名在全地被人称颂 被人赞美 直到永远 我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靠我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爱我们 爱你们